AZ疫苗3月22号起在国内开始施打 除了国外疫苗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国产疫苗的进度 高端恒脸雅两家国产疫苗取得食药署 第二期临床试验核准之后 开始寻找受试者 以高端疫苗为例 预计受案人数是3700人 在第一期试验当中发现抗体率100% 再加上只有10%的受试者出现发烧腹泻的轻微不良反应 状况似乎不错 因此第二期临床试验很快报名而满 疫苗受试者需要经过哪些受试过程 台词记者黄一杰也实际参与国产疫苗试验 他是在担任医护人员的家人鼓励之下 同意担任疫苗受试者 同时也在获得医师同意之下 完整记录两剂疫苗的试验与施打流程 疫苗受试者施打全记录 透过记者黄一杰吴欣君的镜头 带您直击 即使是假日 医院也没有休息 放眼望过去 满满都是排队人潮 高端疫苗在2020年底 取得食药署第二期临床试验核准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找受试者 我是台试的记者黄一杰 因为家人在医院工作的关系 有施打了高端疫苗 那施打后并没有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所以他就号召了亲友一起 那我也来加入了这次的受试者行列 它主要是要收3500位受试者 另外200位等于是 我们就要预备说 有些可能是中途会退出的 那它总共要分 在台湾有11个医院在收纳 那副医的话是负责到要800位的受试者 疫苗试验体检的流程单 它总共有9站 然后我们就是要一站一站去进行测试 然后其实它虽然有9站 但是它每一站就是看人数多低 它并没有说就是要先去哪一站 来当第一个流程这样 你可以看就是哪边人比较少就可以来进行 那我现在这边看到就是抽血的部分人比较少 所以我就打算先来进行这个抽血这样 在疫苗试验前 最重要的就是先确认身份 接着会进行基本的身体素质检测 包括抽血 心电图 身高 体重 血压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试验流程解说 这是我们传统在做疫苗的方式 所以的话它其实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疫苗 为什么要打疫苗 是要造成一个叫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就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如果有65%以上的人有抗体的时候 接下来传播就是零星的发生 而不是群体感染 以食人为单位医生分组进行讲解 同时也会和受试者说明各种疫苗有缺点 以及为何要施打 今天应该是最久的一次 因为我们今天要体检 要做一些检查 所以会比较久 还要问你的病史 然后中间还有12次的电话追踪 所以总共为期13个月 看起来很长 但是你的六次回来 六次前面五次是集中在前两个半月 然后后面中间就是电话访问 然后最后才是最后一次回来 然后中间会采取六次 最多会到115cc 国产疫苗不管是联雅或高端 前后都要回医院六次 估算下来联雅的期程大约13个月 高端则是7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且并非每一位受试者都被注射疫苗 因为有七分之一几率的受试民众 是对照组 被施打安慰剂 也就是所谓的生理食言水 承诺是如果你打到是生理食言水 我们会通知你 而且你优先打疫苗 所以对年轻族群是最有利的 因为你如果照排的话 其实你排到疫苗的数据 可能应该是明年的事情 解说完成后 还得签署一份受试者同意书 并且要和医师进行一对一 更深入更详细的问证 参加这个事件有几个问题 要跟您做请教 首先是最近三个月内 有没有住院 并没有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在最近三个月内改变治疗的方式 也没有 您过去有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气喘这些疾病吗 有没有过 有没有慢性疾病正在服药 并没有 问诊内容主要是针对 近期个人病史做调查 借着问诊过程 了解病人更多身理和心理上的资讯 借此筛选出适合的受试者 20岁以下 其实目前已经有四五个人来报名过 那当然都被我们拒绝 那在疾病上面的话 其实它只要是疾病稳定状态 就像我们一般打疫苗一样 我们不会去问 特别问你有什么疾病 但是在这个是一个临床事件 我们希望在三个月内 没有住院的状态 不管你有没有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气喘都可以 那只要是治疗稳定就可以 根据临床试验规定 受试者必须是明法上 满二十岁成年人 而除了年龄上有限制外 另外像B肝 C肝 甚至艾滋病患者 只要病情稳定也能参与 但是外界更关心的是 国产疫苗的效果如何 施打之后会不会产生副作用 如果是从一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来看的话 它在中高剂量组的抗体阳转率是百分之百 那也就是抗体出现的比率是百分之百 那它的综合抗体的上升的倍数 也到二十倍以上 那这是它目前可以看到的效果 那在副作用上面的话 当然其实打针的地方疼痛 疲倦 这是我们一般在打疫苗 很常看到的副作用 以高端疫苗为例 第一期临床试验 大概有百分之十的受试者 出现头痛和腹腺状况 除了这些之外 并没有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所以整体来看 报名状况相当踊跃 体检这一天 现场至少就有200到300人 平均每一位受试者 完成所有流程关卡 大约花了快四小时 不好意思 要打高端第一剂疫苗来报到 对 第一剂 健康检查结束后 大约两周左右的时间 会收到符合资格简讯 通知受试民众前来施打疫苗 防疫减天先 是 施打疫苗流程和健康检查 有一点类似 先抽了两管血液保存 之后要和抗体效价比对 接着量血压 医生会再问诊一次 本身有没有什么疾病 没有 没有 健康 平常有在使用什么药物 没有 都没有 好 平常药物会不会过敏 好像也是没有特别过敏的状况 对 那现在有一些特别的疾病 我们搬起疼疼疮 跟这样执行脊椎炎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 疫苗抗体和免疫系统有关 因此医生会再仔细询问 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民众 不适合施打 疫苗要从冷藏室拿到施打地点 民众在等待过程中 气氛稍显凌重 毕竟是第一次施打 没有经验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甚至也会担心 会不会产生不良反应 一点点有酸 0.5cc的剂量打进手臂 属于细墙的针头 并没有太多的疼痛感 但因为是用肌肉注射 多少都会有酸的感觉 施打完之后 要在现场等候半小时 观察身体状况 同时还会进行相关胃教 我们试验期间要连续记录八天 这八天就是从今天开始 今天是3月6号 今天是第一天 连续八天 这边都有一些 我们已经写好了 询问大家有没有这些症状 如果有的话 就帮我们记录在上面 没有就画铃 疫苗施打完大概三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准备来写 这个受试者日志 那我先来打开看一下 我施打疫苗这边 左手的状况 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痕迹 所以应该是用不到这个 比对的尺寸 因为看起来状况是还蛮好的 没有任何的瘀青 或是有红肿的状况 我从3月6号打完了 第一剂的疫苗之后 那现在已经到了4月5号 已经隔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我整个受试者日志 因为其实登记要八天的时间 那我的状况都是0 等于就是没有任何的状况 那今天就是要来排队 来施打第二剂的疫苗 因为根据目前的看法的话 其实打一剂的时候 其实有部分产生抗体的比例 还是比较偏低 所以打第二剂等于是一个最佳剂量 让我们的抗体可以达到 一定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在设计上面都需要打两剂 然后两家的疫苗 都是间隔28天 来 出去 第二剂施打完后 大约过两周得回到医院 进行第三次抽血 确认有没有抗体产生 而高端和联牙疫苗 第二期试验在各方努力下 预计4月底告一段落 最快6月会申请EUA紧急授权 后续解盲成功 有望在下半年 就有国产疫苗可以施打